刚吃完的营养午餐餐盒还放在客桌上 激动市议会议长同志伟和市议员李敏勋 就忙着帮义勇而上的暖西国小小朋友签名 意外变成了粉丝见面会 也让两位议员大感意外 由于有家长反映营养午餐的菜色和份量等问题 因此为了了解国小营养午餐的菜色和份量 在暖西国小校长和老师陪同下 激动市议员李敏勋 邀请激动市议会议长同志伟 一起到暖暖区暖西国小探访 并且自己打饭菜和六年级小朋友一起吃营养午餐 感受口味口感和份量 觉得很OK 民进议员曾经接获民众来反映说 营养午餐的菜量不够 我想我们今天特实地来关心 其实菜色菜量 目前我们同学跟老师的反应都还是OK的 但是我们会持续的关心跟监督 那希望市政府在资源有限的状况下 让我们的小朋友可以有充足的食物 然后营养的健康的培养 我想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一定要让小朋友吃足吃饱 吃满 再怎么样都不能让小朋友吃亏 所以我们跟民进议员会 会非常用心的在学校的发展 健全的教育上面做努力 因为它现在其实营养午餐有分两种 一种是由学校的中央厨房 然后分散给各个学校 跟另外一种是由自己的学校 自己个别去订制这个便当 那我们都会来关心不只是暖息国小 其实包含本市的每一间学校 我们也都会来看一下 就是说有关于这个营养午餐 不管是在菜量或是菜色上面 我们希望说都可以让 第一个一定要让小朋友吃饱 那在菜色上面呢 我们也希望说可以来更加丰富 让小朋友吃的营养 营养跟吃饱是最重要的 我跟议长 跟我们议会的所有的议员 我们都会持续关注这个教育的 这个营养午餐的议题 重点是小朋友对于营养午餐的内容和分量 也都觉得相当不错 很够啊 然后这学校还会在看我们量 还会在帮我们调整 所以你个人来讲非常满意 对啊 没想到受到小朋友们的热情欢迎 饭菜刚吃完 就被小朋友纷纷要求签名和拍照 瞬间变成了粉丝见面会 更特别的是议长佟子委 还巧遇到暖西国小的赖市长 双方握手寒暄自我介绍一番 你好我是暖西国小自治市市长赖英奇 你好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委 很高兴认识你 非常开心 你对学校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我们学校很棒 很多团队也很厉害 很多校队 例如棒球队 雨球队 合唱团跟田径队都很厉害 都有得过很多奖 例如市长也很厉害 市长也很厉害 你的项目是什么 你参加什么项目 我没有参加团队 没关系 当市长就是好好宣传学校 然后你看他发表学校有什么校对 然后学校有什么好处 然后他觉得学校很开心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小朋友就应该像这样子来培养 勇于表达自己 然后乐观活泼 我觉得我们的暖西国小的教育发展 非常的不错 赞 赞 对于自治市长和班上同学们 落落大方敢于主动发表自己的想法意见 以及略微成熟事故超乎礼貌的应对态度 也让议长佟梓威广目相看 见识到不同于市中心区国小学生的风格 认为好好培养未来不可限量 而赖市长也回答 未来长大后不排除踏入政界为民服务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